原标题 他在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与上殿军衔 洪学志将军一生厉惊了许多风雨 1959年7月 他身为总后勤部部长 因为一些原因 被调到了吉林省先后担任省农机厅厅长 重工业厅厅长 石油局长等职务 在当时很多人为他担心 毕竟从一个总后勤部 到一个厅长局长 巨大的落差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有人问他 你从总后勤部的部长降职到一个省的厅机局级 你不觉得委屈吗 洪将军坦然说 参加革命不是当官 有利于革命工作的我就干 战争年代包括抗美援朝 我们都这么从尸山血海上请过来了 我还有什么心思去当官 我参加革命 就为了能给大客人 您做事 我别无他求 在东北任职期间 洪将军多次下到县乡村里调查 他下地和农民一起收麦子调查 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制定发展农业机械的规划 步骤 案发 1966年前后 洪将军受到了一些压力 但是他心中的意志从未动摇 常常想 不论多么困难 多么艰苦 我都必须坚持下去 早晚有一天是可以拨云见日的 况且死都不怕害怕什么困难 1970年后 洪将军再次被降职 下放到了金宝屯农场劳动 在这里洪将军种菜 养猪 放牛 喂鸡 末豆腐 抹面粉 什么脏活 累活 苦活 他都干 一百几十斤的粮食袋子 他是扛在肩上就走 1971年 洪将军调回了长春担任石油化工局局长 1976年 几位伟人的去世 洪学志将军怀着悲痛的心情组织 石油化工局开展调研活动 1977年 十一大圆满召开之后 洪学志一次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 一个人迎面对他说 洪将军 你赶快回京 有新的工作等着你 中央的飞机响在就在机场等着 就这样洪学志将军简单收拾了生活用品 就和接他的人急忙刚到机场 果然有一架军用专机在等他 洪学志上了飞机 离开了工作17年的东北 回到北京之后 洪学志将军被军委领导 告知自己在十一大上被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此次回京就是来参加军委会议的 在会议中 洪学志是唯一一位没有穿军装的军委委员 和李刘念石 其他同志都有军装 只有他还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洪将军还对军委领导同志说 没事 我就站在后排就当军民结合吧 领导最后还是给他找来了一件四个都干部服 加上张 冒辉 就算重新成为一个军人了 后来洪将军先后担任了国防工办主任 军委副秘书长 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 在1988年解放军上将授贤仪式中 洪学志第二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5年和1988年 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撤在世界军事史上势头一力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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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